原标题 历史上的今天 斯大林格勒战役爆发 1942年8月21日 斯大林格勒会战爆发 这场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转折点 也是历史上最为血腥和规模最大的陆军战役之一 据统计 苏德双方伤亡估计约200万人 参与该场战役的人数 也比历史上的其他战役都来得多 斯大林格勒巷战 苏军在红石运工厂区小镇 抵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苏军士兵 和敌军交火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巷战 是这场战役惨烈的缩急 我们从禁军斯大林格勒一书的描述 就能感受到 斯大林格勒战役巷战的残酷与胶着 敌我双方为争夺每一座房屋 车间 水塔 铁路路基 甚至为争夺一堵墙 一个地下室 和每一堆瓦力 都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其激烈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不能相比 我们早晨攻占了二十公尺 可是一到晚上 德国人又夺了回去 展开全文思 大林格勒战役坦克编的 德国士兵 斯大林格勒向战 苏军在马马列夫港抵抗 而在向战中 苏联红军的狙击战术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典战争电影 冰临城下反映的 就此斯大林格勒保力战的巷战 电影里著名男星 求德洛饰演的神枪手瓦西里 让人印象深刻 其原形是苏联英雄瓦西里 扎伊财夫 他在这场战役中 累计消灭了242个德军 战役结束后 这位战斗英雄留下这样一段话 也会永远记住 记忆具有强大的冲击力 现在我的神经不稳定 还会不停地晃动 他的一名战友则补充道 在斯大林格勒待五个月 等于在其他地方待五年 正是这些苏联狙击手 反德军第六集团军 解入巷战的泥沼中 使德军无法快速攻占整个市区 为朱克夫元帅 提供了准备反击的充分时间 电影《兵临城下》 剧照求德洛饰演的神枪手 法西里 苏联英 雄法西里扎伊财夫斯大林格勒战役 于1943年2月2日结束 以法西斯德国的失败告终 德军过高 估计自己的力量 而且兵力部署分散 再加上后勤供应困难 所以失败也是必然 此场战役不仅终结了 德国南方集团军群 自1941年来以来保持了公审局面 也直接造成了苏联与德国总体力量 对比的根本变化 毁灭了法西斯德国 企图称霸世界的决心 整理原力从审和任会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